它不太容易找到能力吧 今天很冷 所以要有很好的衣服 有很多肌肉 像大陸一樣 很厚的肌肉 但是... 今天是比較困難的 昨天有一個風雨 所以今天是大陸的海 所以你可能不安全 今天要有一個經驗 不過在岸上 實在還是為它們有些緊張 看它們一下冒出頭 一下又不見 來來回回好幾遍 也不知道到底抓到了沒 終於看到了它們上岸 世紀大黑包 你真的離我越來越近了嗎 各位觀眾朋友 我們即將看到了 毛利人最珍貴的 畢鹹鮑魚 現在是... 各位觀眾朋友看一下 凌晨2點鐘是台北的時間 澳客來的時間是早上6點 但為什麼我們要這麼早 因為... 越是難找的避邪包 我們越是要想盡辦法找到它 我們八達 什麼沒有 就是... 朋友最多 在紐西蘭雖然我們沒有認識毛利 但是... 我們朋友居然... 幫助我們 讓我們再次 以熱烈的掌聲歡迎 Jenny 謝謝 非常感動 非常感動 現在早上6點鐘 對啊 看你好像 時差還沒調過來 我不只是時差沒有調過來 我連睡眠的時間都不夠 沒關係 但是我們現在的位置在哪裡 我們現在是在那邊 在這邊 那我們到底要到哪裡 可以找到這個毛利人的 鮮鮑魚 好 我們要去的地方在... 這邊 這個地圖 地圖 這個是我們北島的地圖 還不夠 還要再藏到這裡來 所以事實上這個... 這個... 當初... 毛利人不願意告訴我們 所在位置的原因 其實是因為它這個地方 是真的還滿神祕 很神聖的一個地方 沒錯 我們有辦法先到那裡 再看一下這些毛利人 有沒有辦法幫我們 找到我們想要的地鐵鮑魚 我們要說服一下他們喔 沒錯 他就是我們第一等斐濟的好朋友 Jenny 因為來紐西蘭探親 聯絡之下 他竟然認識當地的毛利人 為我們尋包之心 攔起了一線希望 但是Jenny說 毛利人的民族性比較謹慎 鮑魚對他們來說 又是非常神聖的東西 他也不敢打包票一定找得到 先別想那麼多 出發再說 坦白講 老實告訴觀眾朋友 也會覺得藝人不捨 我們開車開了四個鐘頭 那我們現在待在這個位置 說實在的 你看 怎麼會來到一個山區 要找鮑魚呢 所以就要考驗你的耐心了 現在才第一關而已 我們已經到了 跟我的朋友預約的 預約好的一個會面地 Dallas 嗨 嗨 Jenny 這是Sam 嗨 跳得Sam 嗨 嗨 嗨 這是毛利的打招呼的方式 沒錯 很獨特 所以我們在搜尋高和低的力量 我們現在從我們的地點 你確定我們今天會獲得力嗎 這裡有很多力量 可是我們之前做的 我需要調查我Farno 什麼是Farno Farno是他的家族 他還要問一下他其他家族的成員 能不能讓我們去抓這個鮑魚 意思就是我們還是要得到這個毛利人 其他更高位置人的許可 沒錯 我就知道這事情怎麼可能這麼簡單 光是能不能找到鮑魚都不一定了 還要經過毛利酋長的同意才行 不過既然來了 就跟著傳統規定走 相信辟邪鮑魚一定能讓我們逢雄化吉 好 我們現在要準備要去尋找最珍貴的鮑魚 也就是毛利人的避寫鮑魚 那為什麼一開始要坐這一台車呢 原因我們現在知道了 大家有沒有看到我身後方 有一個叫做Private property 就是這是他們私人的一個用地 那我們現在在準備所有的東西要下海去找這個鮑魚 你看 這是什麼呢 這是我們等一下需要用到的很多的工具 應該是潛水衣之類的 所以我們現在也需要這一個拖車 那現在他們在準備所有的會用得到的工具 那我們等一下就要前往他們的私人海域 去尋找我們的避寫鮑魚 我們現在已經進入它比較崎嶇不平的路段了 抓穩喔 對 而且這裡算是他們私人的一個私領域喔 對 比較沒有對外開放 他們自己家族的人才能夠進來的地方 已經開始有那種很神聖的感覺 對 我已經聞到海鮮 海鮮的味道 我知道那個Jerry跟湯蹄都住在北京 海鮮也相當聞你 但是你有聽過黑毛舞嗎 有聽過 可是說實在還真沒吃過 你沒有吃過 沒有 沒有 它這還是滿珍貴的東西 對 因為對毛綠人來說 這個真的是他們最珍貴的一個天然的食材 剛剛那個之前這樣子我們提過 他每個人一次只能抓十隻 然後對他的尺寸也有很顏色的控制 所以也就意味著 如果說這一個抓起來的包子太小的話 他們是不會把它取上來的 對 還好我們今天是做這個 4x4的四輪驅動 因為真的沒有說我們車 我們跟大概有進不來 因為我剛才覺得身體已經傾斜四十公路了 我們在這裡 我們已經到了嗎 我們已經到了嗎 這就是 我們在這裡 我們在這裡 在能力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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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現在這個地方就是鮑魚生長的地方 果然說得沒錯 這個鮑魚呢 就是需要在這種 很特殊的生長的環境下長大的 而且有一些沿岸啊 然後有一個清澈的海域 要得到的力量 首先我要去尋找我叔叔 OK 好 我們跟著達拉斯去找他的叔叔 好 我現在聽到一個 令人興奮 Good timing 令人興奮的消息 他的叔叔現在 跟幾個朋友 已經在這裡準備要下去 找這個海鮮 我們如果得到他的允許 我們就可以拜託他們 幫我們找鮑魚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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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叔叔,这些人都从远远远 在搜尋力搜尋力 似乎他们会显得到时间 Dallas的叔叔是这一代的毛利大家长 所有和毛利人相关的传统活动 都要请示他拆袭 我们一行人向他沟通说明来意 但看他一言严肃 我也开始紧张了起来 不知道今天能不能得到他的许可 欢迎来 欢迎来 因为Dallas带你来这里 我们想给你一个机会 看我们采放的力量 凯莫娃娜 为何澳大利亚和毛利的力量 太好了 这位大哥就是愿意让我们去采这个鲍鱼 所以大家都有工作 当我们来收集鲍鱼 大家都有工作 我们不在买 收集食物 我大概了解他的意思就是说 他们在 他们等一下下海的时候 在找他们这些食物的时候 他们是非常专心 也是非常认真在看待这件事情 他不带着任何就是 就是嬉闹的心情 和态度在做这件事情 看来这个安扣还挺好相处的 一口答应让我们跟着去抓鲍鱼 但他也告诫大家 这里是毛利人的神圣地区 千万不可以嬉闹 而且抓鲍鱼还要按照传统的规定 分工合作 有人下海抓 有人在岸上看着安全 哇 抓个鲍鱼搞得好像出特勤任务一样 可见他有多珍贵 我觉得有点心虚啊 他们现在已经get ready了 但为什么我没有 还没有换装呢 不要是以为我胆小 不勇敢 No I'm not chicken It's because 这个是非常需要一些难度 It's not that easy to find the power right Today it's cold cold So you need to have a nice suit or plenty muscle like Dallas Oh Big thick skin But um It's just a bit rough where we're going today Big big just was a storm yesterday So today it's still big sea So probably not safe for you to come out today We need a experience But why you don't need to some equipment like professional equipment Tank scuba diving Yes yes why You're not allowed to get power with tank You can only collect power with free diving Tank illegal 有没有听到 哇这真的太神奇了 他们说啊他们不能装任何的氧气瓶 如果你带氧气瓶来这个海域 那是违法的 Ok me and Dallas Here and want you guys to catch the power Ok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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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发现我在这里面好袖珍喔 哇毛利人的旁边 我真的觉得我算是娇小 If I compare all the molly I'm a tiny My size is tiny My size is small 你看他的手背有多大一只 Yeah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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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了很多的鮑魚 才有这么强壮的力量 POWER POWER And I muscle bigger POWER OK 看到没有 這裡不只是鮑魚奇特 連抓鮑魚的條件都相當的嚴格 Uncle說 因為這裡的海水低溫 乾淨無污染 非常適合鮑魚生長 而人工潛水捕撈黑鮑魚 是紐西岸唯一的合法方式 而且每個人每天獻捕食科 也就是說 如果我們今天夠幸運 絕對能夠看到百分之百 純正野生的黑金鮑魚 這就是我們要找的黑鮑魚 而且這個就像我們之前 在毛利村看到的 你看 這裡面的這個 花紋 非常的珍貴 你看 這麼大一個耶 鮑魚耶 然後這裡也有一個殼 而且我可以想像 想像它為什麼可以這麼美味 你看它這旁邊這個岩石啊 其實這一般人其實是很難靠近的 因為它好刺喔 我剛才稍微這樣碰一下 我就覺得 哇 超痛的 那越是這種 越嚴峻的這種地方 這些海鮮呢 可以生長得越 受到保護 然後他們會越來越大一個 越來越珍貴 我現在知道為什麼 需要有一個人站在岸邊 就是看著他們 注意他們的安全 因為我覺得海邊的這個天氣變化太快了 所以 如果一不小心 你看剛才出太陽 現在就開始下雨 而且這個浪越來越大了 所以呢 那個答案是說今天其實 那個氣候啊 非常的不適合 找這個鮑魚 但是呢 因為他的叔叔是一個 這個 找鮑魚的達人啊 因為他們常常在這個海域裡面 生活啊 活動 所以他很有信心 今天他的叔叔 能夠找到鮑魚 就像我一樣 我也找到了鮑魚 他們那麼辛苦 我怎麼不需要 我當然知道 此包非彼包 我找到的只是鮑魚殼 怎麼能和那些 真正潛水的大哥們鼻 不過在岸上 實在還是為他們有些緊張 看他們一下冒出頭 一下又不見 來來回回好幾遍 也不知道到底抓到了沒 終於看到了他們上岸 世紀大黑包 你真的離我越來越近了嗎 好 做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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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觀眾朋友 我們即將看到了 毛利人最珍貴的 並先鮑魚 哇 哇 我們現在我們抓到 因為抓到了很多的這個鮑魚 所以我們要測量 因為他們不是所有鮑魚 打撈上來就要帶走的 他們要用這個測量的 來看這個大小符不符合 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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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黑鮑魚都要經過測量 只要是12.5公分以上的 都可以打撈上來 但是像這個小的 寶寶 寶寶 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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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從來沒有看過 我從來沒有看過 這個黑色的鮑魚 而且是這種野生種的 它很美味 漂亮 哇 你看 他們的這個火力非常的強 你看 它黏到這個石頭上面 你看 你看 你看它一黏上去 我就拔不起來了 很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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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金包 果然真的是名不虛傳 每個都又大又漂亮 聽安侯說 純野生的黑包之所以珍貴 是因為紐西蘭的黑包 從遠古時代一直存在到現在 幾乎和毛利的歷史一樣久 一顆成熟的黑包 需要8到10年才能生成 重量大約在600克左右 市價約15紐幣 相當於台幣400元 難怪當地毛利人 把它稱為Black Gold 因為不論是外型或是身價 都可以算是頂級品 好 現在這個安侯要幫我們展現 牠們是毛利人是怎麼樣料理 黑鮑魚的 要先洗一洗 看 可以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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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把那個殼拿下來了 要把那個殼把它拿下來了 喔喔喔喔喔喔喔 哇 哇 你有沒有看到它裡面那個 黑鮑魚裡面那個殼的色澤 你有沒有看到它裡面那個 好新鮮喔 而且好濃喔 我現在吃完它的這個 剛才他說那是它的味 接下來我要試試看它的這個肉 毛利人吃黑鮑魚是一點都不浪費 除了最新鮮的內臟可以生吃外 鮑魚肉更是一大重點 因為野生鮑魚之所以號稱為人間美味 就是因為它全身70%都可以食用 看來我今天不只是幸運 也是最幸福的陶客 這個安口很辛苦的幫我們料理的這種 他們的黑鮑魚的兩種吃法 一種就是生的 薩米 薩米 然後一種是它這個 traditional的這種 加了一點點的牛奶跟咖哩的一種吃法 那我先吃生的 好脆喔 而且它的肉質呢 很緊實 加上那個薩米呢 還是可以吃到那個 它這個肉質的鮮美 It's a traditional creme creme Oh So big Why so soft 這個好軟喔 而且吃起來的感覺完全不一樣耶 怎麼會有這種兩種不同的口感 This one here we prepared We bang We bang this one Oh We ting the rice before we cook it 他們就是之前在這個料理的時候 它有這個打過 然後讓它這個肉質變得比較鬆軟 然後但是呢 還是一樣非常的鮮美 而這個呢 在沒有經過過度的料理的口感呢 就是你還是可以吃到這個 海鮮本身的這個鮮味 然後非常的脆 Very delicious 因為有著低溫純淨的海水和自然生態 紐蟹岸產出獨有的野生黑包 對於老饕而言 看重的是它的可口鮮美 對於生態學家而言 是它那位於深海長時間累積的活化石價值 對於毛利人來說 除了食用更發揮了藝術天分 將鮑魚殼做成了各式各樣的雕刻藝術品 深信它會帶來好運及辟邪之用 從美食了解毛利人的文化 果真處處是驚喜 喜歡的話記得按讚加訂閱還有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我們每一次的抽獎送好禮活動喔